我在台北市文獻會找到一本書叫《南京郭市族族》 藏州南京 《南京郭市族族族》 藏州南京郭市最有名氣的兩個人 一個是郭西流 郭西流是南京郭市 郭西流是他的爸爸 他父親 父親那一輩 帶著他們全家到台灣來 住在現在彰化的虎心鄉 還有一部分住在虎心鄉的鄭平村 虎心鄉跟鄭平村都是客狀 到現在還是點心的客狀 彰化的虎心 嘉義的中虎 大虎 雲林的共識 都是很點心的虎心 那 就是證明鄭平村 是客家的 他們 南京郭市 是客家的 那 那 市林 市林 市林跟內湖這邊的郭市 從南京郭市族族族族來看 他是從郭崇寶開始 他的來臺族 是郭崇寶 郭崇寶跟郭西流的附近 是同一倍 他比郭西流高一倍 那 郭元一是郭崇寶的後裔 所以他是南京郭市 南京郭市 日本政府 日... 日... 第一時代的日本政府跟台灣光臨的投入政府都尊敬他們的國家或是 是因為南京或是組織,他們的組織是若持人 他們的主線是若持人,若持人這位先生是很特別的,是當朝快要不忘的 天保安息之斷溫定唐朝的基礎 因著他的意願,重新把唐朝建立起來 他沒有像夜會一樣的概念 他沒有像豬爺長的樣子,把他的風景感到好 所以靠地區,以中文人的意識來說 國旗算是原本 他沒有像豬爺長的樣子,因為他沒有被害死 他也沒有去串胃,不像送太陽,在我房間有些人去串人家的胃 不像超超一樣的串人家的胃 所以他也沒有去串胃 他很常來都要去串胃 外套的鼻子,是很治療的